總檢討當然是對我們在組織體系裡面 要設長照師 未來要怎樣來運作 跟地方政府怎樣來合作 建立這樣一個指揮的體系 第二個就是我們對於出院跟長照的連結 私治跟控照中心的連結 這兩個我們列為最重要的目標 那當然明年我們一定要來解決 我們目前來講地方政府跟服務單位裡面 一個帳戶合銷裡面非常困難的一個問題 然後明年會有一個預付的制度 那該怎樣走也都會在10月的這樣的檢討一起來進行